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世界时事得开的第一则新闻 我以为他会很有雷气 台媒口中邦邦马赫斯什么差都不害怕,怕你吗? 但是邦邦马赫斯即是菲律宾总统接受访问时 记者就问你有多少信心觉得美国会为了菲律宾南海的赌礁 和中国开战 现在记者就问美国会为了菲律宾要走到这一步呢? 记者说美国会为了菲律宾走到这一步呢? 他又问我 你幕僚认为是怎样? 然后他说我真的想不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 他好像战略模糊 但说得比较口窄窄 可能之前没有想到会被人问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预先想好的答案 当然了 在这个和美国还有日本的会谈之前 其实菲律宾总统是马赫斯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 亦都被问到美国会不会在南海问题上 和菲律宾一起战斗和中国开战 马赫斯知不已对 问到口窄窄口啞啞 我觉得他也是聪明的 第一个事如果他答 喂那你大事了 是不是真的会呢 我们经常说美国是否开这么多条战线 你说不会 那他又怕失威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了 其实不是啊 我想想想 可能他说不回答才是最聪明的 就是免得说这么多话 嗯 我认为他反中之势与原成 其实他最近跟中国关系都很差 但战争有时间 不过约台妹就有很害怕了 而且他们更加说会不会很危险 他们台湾地区就说大陆使出人海战术 什么人海战术 就在一个跟台湾最近的菲律宾的地方 有几千名留学生 有什么问题我想问 原来菲律宾官方也说 距离台湾只有400公里那么近 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偏远地区 叫做卡加廷岛 卡加延岛不好意思 卡加延岛突然之间 有人发现了4600名中国学生 他们读当地的大学 一流学生 他们读当地的大学 当地有两个军事基地 依照双方的合约 美国可以使用这个基地 又说得像间谍 原来菲律宾官方也说 究竟是否打算入侵 是否这样派中国学生来 读书的 也是读书的 搞人家 就是了 那菲律宾官方也说 那么多中国学生 是走进了这个近台湾的地方 而军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的停留合法性表示担忧 那你查他是不是假签证了 顶你 是吗 也国会议员说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进入 是不是打算来我们这儿 挖了我们这儿就走 我想问有什么东西挖走呢 那这个卡加盐省 就位于菲律宾北部 地处菲律宾偏远地区 那他当然 其实为什么呢 后来看到大陆媒体说 因为那里比较便宜 而且容易入学 你整个省才只有四千多名学生 你说到杀有介事 为四千多个人可以 击败你菲律宾整个国家 你都很坎 还有你台湾地区 你不是说什么海坤号吗 你说海坤号 一只舰艇 一只潜水艇都可以令到整个老共的军队出不了海口 那四千六百名留学生你就这么害怕 第一件事他们应该是真的读书的 第二件事 你们说到无比勇猛 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原来他们就说 这个很危险的 之前你不说 当地有两个美军基地 也是最近台湾的一个省 来台湾四百公里 目前这个省是整个省才只有四千六百名中国公民居住 并且在一个叫土格加劳市的斯立大学读书 数量也引起台湾地区担心 因为目前台海局势紧张 美军也在菲律宾北里宋岛附近是住宅的 而中国学生大量出现在美军基地附近 他说到好像就是你许他潜入了 是不是想选择一些工作 说真的这么容易吗 你也挺留下的 菲律宾军方也说 军方会严肃看待这件事 并且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并且看看这些中国学生 究竟他是否合法来到菲律宾 那你就查他 结果这个台妹真是折舵 他说根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 新唐人 那么多留呢 大读院 你New Talks新闻为什么这么留呢 原来根据新唐人 你连这些造谣帝国也引述的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高级将领 就告诉这个新唐人 就说两年 你有三十六名中国人报名 打算加入菲律宾海巡单位 后来就被除名 真是好笑 他中国人你是后来入籍那些 还是真的是中国籍 那当然是除名了 因为他也不是菲律宾人 怎么可以加入到军事组织 怎么参军你熟 另外也掌领表示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在首都马尼拉的总部 他说 附近很多中国人租屋 这个有什么出奇 不租屋在哪里 老板 露宿街头 马尼拉的首都 有什么问题 几乎周围的公园都是被中国人租 很令人担心 那你不要让他租 后来原来菲律宾媒体说 他附近比较贵 他要是中国人才租得起 还是他们 还是喜欢过他 不知道 另外 看回菲律宾 昨天就和新西兰正式 签署一样 就是签署一个协议 安全合作协议 菲律宾总统邦邦马康斯 和新西兰总理 劳克森 也签了协议 双方都会深化防务合作 并且 就说对菲律宾 和中国在南海上面发生冲突 表示严重关切 当然 签这些协议都很正常 因为现在西方都是想着 借菲律宾去抗中 除了印度之外 菲律宾也是抗中的一个懒头却 原来 他们就说中国 对南海有主权的 这个声称 但是中国说可以和他们谈 可以和平解决 但是你又不想 引了美国佬来 这个海域 每年的船坡运载 三万亿美金 菲律宾 越南印尼 马来西亚 文来 对中国 南海的部分海域 存在互相竞争 的主权 声索 但是你不要忘记 除了菲律宾 越南印尼 马来西亚 文来 他们都是说 可以和中国谈 是你 是这么硬的 你看 之前你也说 他们就说到这个台媒 也都说到 这个 安华 站了队 跟帮帮马可思 这个真是好笑 如果 这些台湾媒体 够胆 你就 在马来西亚的大街上问一下 你会和中国打仗 应该很多人都 都觉得你傻 不不可能 访问到黄明志 就不是了 原来根据两国的一份 联合声明 就说 菲律宾 和 新西兰 都认识到 台湾海峡和平 和稳定的重义性 这个中国也这么说 中国大陆也这么说 当然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而且 新西兰总理 劳克森 也是在联合记者会上 菲律宾 和新西兰将会 2026年 最假设 为什么现在不升级 就是2026年 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 伙伴关系 你记住 少了战略 两个字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最高 提升这个级数 又不是很高 两个国家还会缔结 访问部队的协议 即是互访 军方互访 允许联合 军演和人道主义 义务 这些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老实话 只是觉得 你说南海局势 是不是紧张 是紧张 但是我觉得 到真的 动手 你要想一下 这个邦邦马尔 为什么问到他口 挺尴尬的 我也是不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我 我也是觉得这个是名字 因为如果你说多错多遇 我有这么说过吗 邦邦 我有这么说过吗 你为什么代我回答 我有说帮你出兵吗 派兵去吗 可能他更大事 不是公司 好了 这个就是 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这家公司今年对命运多寸 那是什么事呢 原来又有一位吹哨人 就是出席 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 当然要爆料 爆大事 原来他说 这个波音高层 叫我 Sharp 不准说话 他是不是越打压越顽强 现在还上了国会听证会 原来 波音公司的 这些 质量问题 令到越来越多的 买他飞机的那些公司 擦一把汗 最新是一位2020年退休的 一位 叫做 质量经理 叫Roy Iron Roy 他说 不是 波音公司 不鼓励 787 梦幻 客机的员工 指出问题 和修改 这些是建议的 造成了这个混乱 他说 这个波音公司的质数 是令人担心 本事实上 每个人都担心 因为你年头脱的那只门 到今年都发生得很频密 他那些脱漏的事 没错 再看一看 这位Roy 其实他2020年 就是退休的 当然 他就说 作为一位退休 左的人 会不会他大胆点说 都应该会的 原来他在听证会上 作出了他上述的书片陈述 亦都是两场听证会 对波音 公司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其中一场听证会 就包括 另一位举报人 都很多人举报 现在 这个真是 会不会是 一推倒了 众人推倒的场 另外一位 就叫 Sam 不好意思 737 Max 两宗大事故后 究竟 机组人员 造成了什么呢 在这两场 听证会上 工作人员 举报人 描绝公司文化 原来 不鼓励员工 主动提出 质素 和安全问题 Roy 接受访问时 就说 上边的人 提升 对 一来没得提升 如果发现有什么 甩漏的话 不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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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许说 就炒了你 或者 将你 调到手水堂 调到一些偏远的分公司 和一些不重要的崗位 原来联邦的安全人员 正在调查 之前说的787 梦幻客机生产的指控 波音在南卡罗纳州 查尔斯顿 工厂生产787 由于各种 生产和监管问题 其实他们这家厂 在2020年 就开始停止交付 接近两年 波音公司 亦都在这个星期 向记者进行了两个多钟头的演示 就为这个787 梦幻客机的安全性辩护 就是概述了 工程师就说 很详细的 测试和分析报告都齐了 我们已经检查过这个机型 机身的这些是 缝接位 很安全的 当然他当然 说自己安全 难道自己问题大吗 波音公司的工程师 亦都表示 几年来我们的测试表明了 大多数缝合位 是符合 你记住他说得很吊诡 大多数缝合位是符合规范 不符合规范的缝合位 都不会影响 787 用幻客机的结构完整成 这个挺吵笑的 喂 是影响到的 你说不符合的 现在好像有很多问题 老师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其实这个波音也是 迹中难反 这几个月他们是很艰难的 当然今年1月 一架波音飞机的仓门 脱离了 之后联邦就调查 在2月在国会要求下 组成这个专家小组调查波音的安全问题 这个小组也发布了一份相当尖锐的批评报告 其中 包括关于波音公司怎样改善他们文化的53条建议 现在 当然联邦航空局 调查波音公司的 质素 因为有人举报他们 在波音公司 其实很多东西也是 媒体说 他们真的不想 别人说臭契物 事实上 过去 你隐藏不了 现在发生事故 这些吹哨人才走回来 你更加麻烦 更加麻烦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当然 看看波音公司 盖着事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 在过去五年这家公司就充满了问题 可以追溯到18年底和19年初发生两架737MAX 的大事故 这些事故也导致波音公司时任的CEO和董事 会成员要辞职 换句话 对于一家曾经 被视为美国工程和制造业 最强公司的 这个东西来说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急剧滑波 虽然近年波音公司一再宣布 我们的机器很安全 而且 它的利润也好似好感 但是 这个脱门事件也表明了 它们进展是有不过有限 部分原因是 本世纪初的时候波音有意 有意识地将它们文化 我们之前说过就从工程师 是转为 更以财务为主导的 思维 因为工程师 他当然要考虑 我们做工程师 一人小弟也做工程师 首先要考虑安全 如果不是我背费 但是 如果你什么就是看着钱的数 那你麻烦了 省得就省 但是你 有些过程当中省得就省 会不会出事 那肯定会 记得之前 这个TVB 不是说 找个会计佬 是不是叫李保安 那个 说他是 他是做项头 搞到TVB的质素下降 记得当时 当然 是不是个个做会计 做财务 那些就不会管理公司 就不是 但是 只要他这么说 可能大家侧重点不同 那看回 波音 当然本来就是工程师做主导的 工程优先 但是现在就是财务优先 事实也都证明了这种思想的转变 是真的可以 钱是赚多了 但是 你知道这些东西 一长时间 负面就出来了 你赚多钱 但是 你省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出事 会不会有些东西 麻烦你省就省了 那就麻烦了 好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再则新闻 来讲讲你们的 前首相 阿吉吉 这个是 纳吉 他很开心 为什么呢 可能即将 6月5日会有一个判决 可以 不用蹲 不用蹲监狱 可以回家复刑 即是等于软禁 等于软禁一样的效果 没错 这个都挺开心 回家的舒服 是吧 又不用 又不用 在 和 起码不用拋头露面 一二三 老婆 和老婆一起逼 这些囚友是吧 他囚友会是他老婆 如果回家 不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在 服刑的时候 是男女分开的 是的 那看回原来马来西亚 高院也是 审理前首相 纳加要求 居家服刑的 这个司法 是检讨申的 并且6月5日就再出裁决 二年70岁的纳吉 在被判 来用一马公司4200万马币 罪名成立之后 二年 8月23日就入狱 目前他在监狱服刑 而早前 马来西亚特赦局 居然有个禁谷 特赦局把纳吉的监禁期 从12年减到6年 罚款金额也从 2亿1000万马币 变成5000万马币 是 纳吉原来 在这个月1号 通过律师和 是伙伴律师事务所 向最高法院提出司法 审核申请 寻求政府证实前首相 是否作出允许他在家服刑的 判决 早前 审核申在内庭进行的 只有纳吉的律师和代表答辩人的 高级联邦律师可以出席 其他人包括媒体都不准进内 纳吉的律师日前也表示 关键人物 是 提供的宣誓词 已经证实了 他确实 看到前首相 是 原来前首相 他说 也是有机会 可以再加服役 而且 国家元首 苏丹他说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说过 前任那个 前任那个说 你记住 是前任那个 现在是哪个州的苏丹做 现在是尤佛州 最高元首 是 前最高元首 苏丹阿都拉 他说过纳吉 什么 可以给他 再加服役 不过 法庭已经颁布 附加的预定 属于禁止 一些机密文件流出 所以就不可以 是 不可以是透过证人身份 去说这件事 等于说不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都给他了 因为年纪有分约 也曾经做过首相 现在没有说具体原因 为什么可以 居家服刑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说出来的 前国家最高元首 他不是现在的苏丹 是前 记住 我们就说前 好了 这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先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